这次如果从发射地点以及有可能的目标来看 特别是它对美韩如果显示出对军演的这种高度的蔑视 它有可能会发射一种中程导弹 至少是中进程吧 比如说打个一两千到三千公里 如果从这个型号去选呢 大概有两种型号可以去判断 第一种呢射成一千五百公里的弩洞导弹或者劳洞导弹 就是它讲的火星机号 第二种是三千公里左右的这种火星十号 就无水针导弹 那么这两种导弹都是液体发动机 目前呢虽然在技术上有了突破 但是可靠性非常差 特别是在前一段时间 它曾一次试射了八枚无水针导弹 但是有七枚去向不明 也就是说在导弹的实用性和可靠性方面 还存在着弱感问题 虽然上次一次已经把它的所谓的劳动导弹 就是飞猫腿D增程版已经打成 但是大概是小概率事件 如果这次试验成功 有可能会对美日或者是韩国 重新显示出它的中远程打击能力 足以把目前的这种演习区域全部覆盖 无论是在半岛地区还是在海上 如果有编队 有各种演练的这种规模 它都可以进行控制 从目前看呢 用中程导弹威慑 才最能够显示出朝鲜的能力 对 因为朝鲜说了 只要有一颗子弹射入朝鲜的国土 它就会把所有的敌人全部消灭 如果这样的话 光那个进程弹打一打 大概这个镜头不够 效果和影响也有限 所以中程弹能够显示出朝鲜的决心和能力 谢谢大家